OK我们来看一下8.2的练习题 蛮简单的啦 我自己设计的题目非常简单 问的是那种非常非常明显 刚才讲课的时候也一直都在重复的问题 东西啦 789分都是大部分的人的 分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 曾经中书包括了哪两个部分呢 脑跟脊髓 脑跟脊髓 那脑神经一共有多少对 12对 24条 所以要看清楚他问的是对还是条啊 这边又再重复我没有出错题 OK我没有出错题 这个是条所以是24 这个是对所以是12 所以一样的 简直是送分 一样的东西又再出现几神经总共31条 31对 62条 如果你一直31又再31的话 就是你代表你没有看清楚那个题目啦 第一点 第二点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有一直重复两个题目 对 这四个呢 简直是送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中这个陷阱 OK再来看下列何者不是反射动作的特征 我们刚才讲了反射动作的特征 天生的 迅速的 然后呢不自觉的 需要经过学习的 就不一定 有些需要 有些不需要 像那个损奶的 那个是天生的 不需要经过学习的 所以 所以如果你讲说这个反射动作 反射动作就一定是天生的 其实也未必 Anyway 包括我们课本讲的那个特征的话呢 是天生的 迅速的 不自觉的 然后呢 需要经过 需不需要经过学习呢 有些有 像那个 像那个望眉止渴啊 呃 望眉止渴跟那个 所以望眉止渴跟那个 听眉止渴 可能它都不算是一个 呃 呃 这个反射动作了 呃 我们好像是有其他的一个叫 需要经过学习的 那个叫做条件反射 呃 所以它可能 是不同的category 这个我们好像呃 旧课本有上啊 新课本我们已经抽出来了 需要经过学习的 我们叫做条件反射 OK 下列何者不属于反射现象啊 细跳反射是反射 哎 细跳 细跳我们应该要叫反应好了 细跳反射 这个太明显了吧 写明是反射 呃 因而一生下来会损乃这个诗啦 课本就讲到 沙子近了眼睛 我们会眨眼啊 听到我都觉得有点不舒服 要眨眼了 看到绿灯 看到绿灯转黄 如果你看到绿灯转黄 你马上踏 break的话呢 可能都还算是反射 但是因为这边呢 他写了鱿鱼啊 鱿鱿是什么意思 鱿鱿是经过大脑在思考的 所以这个就不算是 不算是反射了 如果你看到红灯 像你看到红灯 那个车 哇 那个前面的车 煞车 然后呢 看到红灯 你很快的去 他那个break 这个都可能算是反射 啊 所以算是我们叫条件反射 因为tap break 这个是需要经过学习的 啊 这个算是 还算是反射 但是如果是鱿鱼的话 就肯定不算的 啊 因为有经过鱿鱼 是有经过大脑失围的 这个就不算是反射 下列何者 不属于反射现象 呃 过敏打喷嚏 你应该控制不到 不要打吧 你最多是到最后 小声一点这样 不过你还是会控制不到 一定要打那个喷嚏的 所以这种没有办法控制啊 啊 就就算是不自觉的 不自觉的 就是反射了 对不对 然后碰到热水缩手啊 呃 看到强光会眨眼啊 呃 这些都算 那为什么你讲说 哎 老师这个 盆栽向光生长 好像也是不自觉的吧 哎 主要是这样子 反射现象一定要是 神经系统的 请问植物有神经系统吗 植物没有系统 植物是没有系统的 所以这个呢 向光生长 我们是把它放在哪一张啊 我们是放在 呃 除一下册第四张 向性运动 对吧 动植物的运动啊 都在那一张的 所以这个是向性运动啊 呃 向性运动叫曲性运动啊 两个两个不同名字 呃 两个一样的啦 就是两个名字 曲性运动向性运动啊 这个是植物的 他不算是反射 因为植物没有神经系统 这个怎么可能是叫反射类啊 所以你一看到植物你不用看了 一定是他 这个肯定不对 OK 好再来的就是呃 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容易啦 哈 就是典型的哈 就跟刚才的那个问题一样 只是说这边呢 我们用了传入神经 跟传出神经 哦 还有多了感受器跟效应器 所以感受器在最前面 你只要看到感受器在最前面 那个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是超简单 感受器啊 接受刺激 把它产生兴奋 然后呢 传那个冲动啊 通过传入神经 去到神经中枢 再通过传出神经 去到效应器 让你缩手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五个环节的反射弧 这个比较特别 有没有 这个比较特别 我们看一下啊 他是不小心啊 手指被利刃割破 然后呢 他很痛 但是他又忍着不要喊 OK 所以整个的过程来讲呢 首先他手被划破 他会有那个 痛觉感受器 接受到刺激了 对吧 然后呢 通过这个感觉神经 进到我们的脊髓 就要脊髓之后呢 他要往上去到我们的脑 往上去到脑了之后 因为我要忍住不要喊 所以他就要通过运动神经 指令我的这个腮部的肌肉 腮就是这个啦 脸颊这边我们叫做腮 控制这个腮部的肌肉 叫他你不要喊 OK 所以这题其实有点 比较特别一点 不是像我们平时问的 那个五个环节的那个反射弧 这么简单 这个不是反射 为什么 因为他是通过脑来硬硬的压制他 不要让他喊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而且他横跨两个部分 有没有 他从手那边连到去脑 然后呢 控制我们的脸颊的肌肉 甚至如果今天不是说 控制不要喊 而是喊得出来 可能也是一样的这个过程 如果是他喊出来也好 他可能也是一样的过程 也是去到脑那边 有痛觉嘛 对不对 痛觉了之后呢 他就让你指令他 让他喊一下了 有时候喊 有时候喊出来会比较不痛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就是我曾经是有 我六年级的时候 我跌断脚 其实不是跌断脚 就是我们 我的这个 膝盖那边 韧带 把那个骨头给扯上来 如果那个医生就讲 哇你真的是很神奇 普通的人是韧带会断 他就讲 我不知道要讲你的韧带太强 还是要讲你的骨头太脆弱 你的是把那个骨头给扯上来 所以呢我我进院了 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骨头给压下去 然后呢锁螺丝进去了 就让他可以复原 因为只要骨头跟骨头接触着 他就会缝合回去 就是这个这个身体很奇妙的 所以他那边呢 他会再愈合回这样 所以我就动手术了 所以他可能年龄太小的关系吧 so怕我忍不住那个痛楚 当然可能大人他也是这样子做 就我有进行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你不要以为说不会痛 动完手术过后 麻醉过了还是会痛 结果啊 我一直忍着 哇很痛很痛 然后呢我的隔壁床一直在那里喊 我是觉得他很烦 我真的是吵到死 然后我就在那里讲 哎呦我也很痛啊 我就忍着不喊 我就想说我这个人还喊到这样啊 是不是喊出来比较不痛 结果我就喊 哎真的是 因为相帝那个痛楚 就好像没有这么痛 结果一直在那里喊 啊啊好像 好像什么声音 这样哎说这个真的是啊 我有时候啊喊一下啊就啊 可能就没有这么痛 发泄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啊比较特殊的题目啊 这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题目